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是2021年的1月24号 乘坐地铁去拉瓜地亚 到达我的下一个城市 还是美国 哇这箱头好累 我就拖着从这个楼梯下来 来买一下地铁卡 我的七天卡已经过期了 其实挺不划算的 因为改签没有七天内的航班了 啊这里有中文 它这个single 2.75美元 诶 又涨下了 涨到3美元了 然后找好的零钱 是从这个口出来的 它有时候出来的会比较慢 钱从这里塞进去就好了 硬币从这里塞 可以充值的地铁卡从这里塞 还可以用信用卡 master card和visa可以用 它上面显示可以用银链 但这上面没有用银链 单程票是从这里出来 前面说错了 地铁又涨价了 怎么纽约一直在涨价 它这个地铁上的出日份是挺不合理的 就我行李箱一高 我进不来 就必须通过它这一个紧急安全门才能进来 它单程票是这样子的 纸质的 跟之前的胶质的还不一样 我又忍不住要看一下轨道了 其实它的地面上还是挺干净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虽然比较旧 但这个里面 里面就很脏 没有老鼠就好 我其实上次看到老鼠 我肌皮疙瘩都起来了 它这个票上有时间 3点32分 这下面写的 所有的地铁都可以坐 所有的巴士也都可以坐 但只能换一次巴士 两个小时内有效 这个阿号线跟7号线一样 很新诶 也很干净 坐的人还是不多 大概要坐一个小时左右吧 再换一个机场大巴 好像是就到了 电梯了 喜极而泣 这里 这里怎么有滩水 算了等它先上吧 我等下一班 今天地铁里面有老鼠有只鸽子 你看它完全不怕人 不过他们地铁也蛮坤的 自行车也可以进地铁 滑板也可以进地铁 然后宠物也可以进地铁 从这个电梯一出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牌 告诉你到拉瓜迪亚机场 在这个乘坐机场接驳公交的地方 有一个硕大的中国城超市 皇后去果然是咱们中国同胞的天下 我看到我要坐的那几路公车了 骑驶站挺好的 而且我那个票还在有效期 自己告诉我 33路不到 49路才大 在隔壁 这个公交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标牌 是专门到拉瓜迪亚机场的专程巴士 我看一下 它总共是两站 我下的这一站呢 正好是它中间这一站 它前面还有个7号线也可以去乘坐的 最后一站就是拉瓜迪亚那个机场 那我不是说之前有买过一张单程票吗 这个单程票是可以免费换乘一次的 在换乘的时候呢 必须要在这个机梯上做一个操作 它这里说按这个开绳按钮 就开始来转换 就按一下这里 它就是让你插入你的地铁卡 你就把这个票呢从这里插进去 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的recept 这个纸条 然后你就可以去换乘了 记住两个小时内有效哦 一定要到机器上来做一个操作 否则公交车自己它是不会认的 现在就等机场大巴过来了 哎 你看在这个机器的旁边 它有多种语言 俄罗斯语啊 韩语啊 中文啊 来教你 哎 车子来了 我上去吧 那我坐这里吧 这就是这个Q70机场大巴的一个内部 人很少啊 这看起来就算放行李的以前 但现在行李就可以放在我面前了 我刚刚就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纸条 上面写的你要更换的 这一个公交车的线路名 看你是什么时候更换的 16点33 而且你的这个票是什么票 我是单程票 那我买的时候是3点32 现在是4点33 刚好一个小时 这个标签上有写着 地铁的1FMR7号线 都到这一个枢纽站 是拉瓜底亚机场 到了到了17分钟 然后拉瓜底亚机场 它主要是达美航空 美国航空和美联航的一个 齐飞的机场 也是纽约靠近市区的三大机场之一 也是这三个机场当中 最破最老的一个 也主要是飞国内 偶尔承接一些国际的航线 那这三个大家已经很熟悉 第一个就是我从土耳其飞过来的 肯尼迪机场 第二个就是牛瓦克机场 第三个就是这个拉瓜底亚机场 它有4个航站楼 A B C D 那我的那个边疆航空 廉价航空就是在C航站楼 这几个航站楼之间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它停车的地方正好就是C和D航站楼 前面左边那里人群那里 他们走的那个地方就是C航站楼的入口 太好了 如果它真的停的有点远的话 我真的是又要拖死我了 不敢看我这个箱子到底多少多 这行李都要跪死我 因为美国它这边的航空 都是行李和票分开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如果到奥兰多 没有任何行李的话 只要100出头人民币还睡 但是有了行李 这个价格就不想说了 去吃鸡 啊 吃不了鸡 我是晚上10点半的凌晨才到 现在才接近5点 去找个地方吃吃东西休息一下吧 哇塞 这个机场从外到内都好成就啊 尤其是刚刚下车的地方 简直就像一个工地 我来撑我的箱子了 67.5磅 我买了多少磅啊 哇塞 我不会超重了吧 我再看一下我这个包 11.5磅 啊天啊 我现在要看一下 我的行李是不是超重了 我的箱子现在有30.8千克 我的背包是5000克 我来的时候我记得27 那就是又增加了3.8公斤 大家提到美国的机票特别便宜 但是行李特别贵 这里有一个那个精神航空 它的一个超重的和基本的行李的 价格 基本行李基本都是在50磅 50磅行李的价格就是30美金 再超出来就贵了 这是55美金 再下一个阶段就是100美金 50磅就是23千克 啊我理解下来 那就是23千克基本的就是30美金 31.75千克以下的就是55美金 45.36千克以下的也就是100美金 哇天哪被坑死了 原来在美国 它是按照每一个箱子的重量来算的 因为在国际机场嘛 我如果有三个箱子 每个行李是20公斤 我总共60公斤 但如果我一个箱子 在60公斤以内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美国就不行 美国要求它每一个箱子的重量 在50磅以下 即使我现在买了两个箱子 也就是100磅 但是我这个箱子 这一个是60磅 就算超重了 特别特别贵 所以我现在就要想办法 把它分为两个包裹 天哪 太坑了太坑了 而且它这里还没有打包的箱子 在另外一个行站 还跟我说来不及 现在又没有大包 如果有大包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买了两个箱子的重量 100磅肯定够的 我现在就把我这个化妆箱 拿出来了 我化妆箱是11.5磅 5.2千克 然后再拿了一包衣服出来 3.2千克 7磅 看能不能 把这一个带上飞机 这两个托运 试试看吧 好坑 而且我买的票算是 第二级别优先的票 我买的是 我买的是 算是第二号的机票 是有优先登机级别的 就是优先处理 它还是让我在这里排队 而且它把我的护照收走了 我都不能去其他的柜台 看来美国的廉价航空 真的是跟它的服务相对应的 先试试看吧 我这样行不行 它扔我有无人机的那个箱子的时候 我好心疼 啪的一下热到那个传送带上去 然后这边是他们一个测试体积的地方 就是这里有一个carry on 你看carry on 就差不多是这么大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个bag 就是你随身飞的那个bag 就是我后面这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么大 就可以是35磅 要是今天我没有单独的箱子 那我不就亏死了 它让我要补55美元的差价 就360左右 还加上我之前买的行李都不算 太挫了 还好搞定了 进机场吧 门可罗雀的 机场的餐饮店 还有它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闭了 一进来就看到Facer左手边 虽然多的人不多 我估计如果是小飞机的话 差不多二分之一吧 消毒等上飞机 刚刚说到行李嘛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超过50磅 23公斤一个箱子 它算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重量来算 它不算总重量 那就是30美金的基本的23千克 再加55美元的操作对于我来说 那就是55加30 85美金 561元人民币 其实这趟飞机只要120块钱 但是它的行李就要561元人民币 如果你在机场现场买的话 美国国内的机票是非常便宜的 就100多块钱 它现在飞墨西哥也就含水700 而且大家要注意在现场买行李 肯定没有网上买行李划算 第一个是网上买行李 它是更嫌疑的 第二个是如果你买那种带有行李的机票的话 你有很多特权 比如说你可以到更好的位置啊 优先登机啊 甚至说还有一些小时什么的 发现我这次的行李购买啊 也算长个经验 我根本就不用买两件行李 因为它这个carry on 就已经相当于差不多是20寸 这个personal item 你看 或者说跟我这个背包差不多大 都可以的 甚至还大一点 值重量要把控 就像他们这种登机箱 就可以直接带上去 所以我这次还多买了行李的价格 接下来就会注意了 它其实给的行李的额度 还是比较宽泛的 没有我想的那么严苛 也是第一次经历 这种廉价航空的一种行李收费模式 和测量方式 看看这个美国的廉价航空里面设施如何 这次不是机翼的位置 但是引擎这里的位置 不要又被噴了 我觉得这个座椅还好啊 很软的 极致的 反正作为穷游的 我今天这个行李买的 我是很心伤的 其实那个carry on 就是20寸的登机箱 是35磅 加50磅 85磅 就完全够我的行李用了 而且它还有个背包呢 所以廉价航空的行李好像也没有那么无理 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搞懂 所以大家通过我这一期了解到美国境内它的一个廉价航空 或者说它整体航空公司的行李的一个托印和首饰规则 下次大家来的时候也不用再踩坑了